我剛好蔡正這樣講這一連串 我也想補充一個 也算是一個爆料 好 蔡正不是說 他跟我們講話 怕講錯話 或是哪一句講錯話 其實 其實有一點非常可愛是 在節目錄到一半的時候 我跟姐姐私底下有小聊一下 她覺得我們可以讓節目更好 然後又可以更活絡起來 然後呢 姐姐非常可愛 姐姐不是有穿上我們那個 部門的群組講一大段話 那個滿感動的 她那個大段話 她先傳給我說 妳覺得有沒有哪一句話不好 或得罪其他人的地方嗎 姐姐 害怕我們每一個人的感受 然後我就說 姐姐 我覺得妳寫得很好 不會讓我們覺得不舒服 對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姐姐其實也很在乎 我們每一個後輩的感覺 以後如果我變成前輩 我也想要像姐姐這樣子 對 我們以前看到的謝金言 就是 我不給訪 我怎麼樣 她設了很多 你會覺得她是一個 非常冷血的人 就是 高高在上 但是當你認識她 你就覺得 反而是 而且私底下姐姐跟我們聊得很 太在意每一個人的感覺 所以導致她 選擇看起來很冰冷 但其實她是太暖了 來 你的大拇指 我幫你看一下 我幫你按一下你的大拇指 你好貼心 我幫你們調 可以嗎 你們在那邊兩個出來 會 很困難 染了一整天的頭髮 真的嗎 你沒有戴那個 你沒有戴手套 手套沒了 洗掉就看 要是沒有要講 好 整理幫你講辦法 好 謝謝總監 她這樣會冷 好 讓太久了 好 你先用這條髮 把髮包起來 然後再拿一下新的 鋪在肩膀上 再幫她按好 不用太多 有喔 有變少了 她要喝醉了 不要怕腳瘋了 謝謝 謝謝你帶領我們 完成這個辛苦的工作 謝謝 謝謝 對 不要這樣說 因為姊姊是一直 一直都是零社交 零社交 所以妳知道我們 我們是第一個 你社交的人 朋友 對 所以我 我真的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這段時間 你們大家的陪伴 那該不會那個群組 是你們人生中 第一個 第一個群組 真的 除了工作以外的 聽到朋友去 姐姐 太榮幸了 我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 姐 那我不得不說 你倒是回啊 不要專門啊 你今天要吃了一個群組 你還不回 姐姐雖然其實一直都是 零社交的狀態 然後因為參加了這個 賴巴營業中二的 這一個實境秀 我認識了所有的 我們的這些工作同仁 他們讓姐姐還滿 滿放鬆的 然後可以很 很真實地跟大家相處 我覺得我們應該 相處時間應該再長一點 想知道我們在營業中二會遇到什麼有趣的事嗎 快來訂閱 來吧 營業中官方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不錯過任何精彩內容喔